我看到这个哈哈三个字 忍不住讲到哽咽 台电进来供电争议不断 总经理王耀廷20号请辞 台电强力未留 在22号的记者会上 王耀廷宣布不离职了 要继续为台电负责 不舍同仁受到委屈 遭到恶意抹黑 也厌恶台电沦为政治工具 单纯的电力问题 却被扭曲成缺电 这些事情让我的同仁 在现场工作 遭受到无比的压力 因此我必须用 比较强硬的实质的法式 来让社会大壮 比较清楚知道 如果要道歉 我天天道歉 天天要道歉好多次 这合理吗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电力工作者的辛苦 王耀廷也提到 平常所说到的停电 是最末端的电线故障 弹开数据来看 东京三月份停了577件 台湾477件 东京的停电数也是这么多 2023年的事故停电次数 跟2012年相比降低七成 少了将近一万五千次 我们台湾有1450万 我有1450万用户 就是有1450万辆车 那请问你 每天1450万辆车 在现场 会不会有抛锚 我跟各位报告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坐这个位置 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 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工会理事长也在记者会上 强力未流 甚至一度涨到哽咽 王又廷更指出 如果多放几部核电厂末端 就不会停电吗 他认为还是会停 只要故障就会停电 而台湾可能停几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美国可能是停一天以上 认为台电的同仁都很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